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蕭阿姨小吃店 原本她今天是一個公開的活動 那因為今天阿姨她手不舒服 所以就變成一個私人的聚會 好,那就只好 拍一層影片讓各位欣賞啦 沒辦法啦 下次有機會的話再 讓各位來享受下一個愛心我牙宴 小孩子在哪裡 好,來,大家拍一張 還沒先來 來,來 來 來,來 來,來 阿姨,下一個 1,2,3 好,OK 好,那滿滿的好料照一下 好,那一樣還是拍給各位看 滿滿的好料 現在就試試看這個蘿蔔 好,蘿蔔燉煮的很入味 好,在這個肥吃肥吃吃的部分 也許下次各位朋友就吃得到啦 下一次啦 好,滿滿滿的膠質啊 超讚啊 這個就是黃金豬腳 這個就是黃金豬腳 好吃啊 這個豬腳看起來超好吃的 好吃啊 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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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雞肉很香 嗯,好吃齁 另外一個是醉雞 這應該是紅糟排骨肉吧 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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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對,對 對,對 阿姨,好久不見了 身體有好一些嗎 欸,近來有好很多了 欸,是 還是在,加油中 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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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大家好 大家新年快樂 欸,是 今天本來是想說舉辦偉洋 欸,是 結果我的手故障了 哈哈 所以跟大家說聲對不起 所以今天改成家庭聚會這樣子 欸,是 對,那我今天呢 就做一些我拿手的小菜 欸,是 這個 紅糬排骨 欸,是 好吃 然後 這個我醉雞 欸,是 對 啊 這個 黃金豬腳 肥滋滋黃金豬腳 對,對 好吃 欸 啊,這個是 花妹妹贊助 欸 啊,這也是 花妹妹贊助 欸,也是 有話 對 啊,等一下 還有這一個 欸 這叫什麼 南瓜飯 不是 金玉滿堂 喔,金玉滿堂 對,這一鍋金玉滿堂 來,你來介紹 好,你來介紹一下 你來介紹 喔,我介紹 欸 它是那個 欸 呃 佛冠群媽媽 羅冠群媽媽 對 佛冠群媽媽 這沒有來動 有一個佛冠群媽媽 它開的餐廳 然後我們去吃 我覺得還不錯 它是 但是它製作主比較精緻 它是把它 那個整個 那個 南瓜挖起來 那個 再去蒸 那因為我們自己家庭版 我就沒有那麼高尷 但是 我的配菜家就是 南瓜 毛豆 然後還有就是 辣味的肝腸 欸,是 然後這是一個 很養生的一個法 欸,是 欸 因為它的毛豆 繩子纖維也很高 欸,是 那你如果煮一鍋 欸,有肉 有那個 有菜 有肉欸 對,OK 就一鍋到裡面 金玉滿堂 希望阿姨繩子感 然後這個土雞 是一個謝大哥 他的好朋友 住在龍潭山上養的 所以吃起來會特別好吃 欸,對 然後這個是 永青鐵板燒老闆娘贊助的 喔,讚 這個也是很好吃喔 欸 啊,你們等一下也可以品嘗 這個齁,你看這個豬皮 它是真正鄉下齁 吃那個溫 收水 對 吃那個收水的 長大的那個豬 不是飼料的 對 對 所以它吃起來會很Q很好吃 對 是吧 大家品嘗一下 對 然後這個周妹妹喔 那個花妹妹很厲害喔 對 這個很好吃 大家品嘗一下 這也是我同學自己做的 甘蘭 大家拌飯後品嘗還不錯 對 希望大家用餐愉快 謝謝 好,謝謝阿姨 謝謝 阿姨那個南瓜飯要多吃一點 這樣才趕快恢復健康 哈哈哈哈 好好好 一定會卡上 大家品嘗一下 好 OK 啊,還有一鍋 還有一鍋 來來來 香噴噴的羊肉 湯 然後這個羊肉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這也是我的子女 那個淑慧贊助的 是 對,很好吃 對 好 那個素本人會有點害怕 所以就看一看就可以了 不過它這個自家做的不錯 好 來 等一下大家再趁熱吃 來 吃 好 就吃吃看這個肥子吃的豬皮 短腰短腰的 嗯 想要吃牛麵乾燥在這邊有 相當多的教學阿 嗯 好吃 但是這個熱量爆表是一定的 哈哈 吃的時候覺得熱量 嗯 喜歡吃羊肉的在這邊 是有羊,豆什麼都有 這感覺是炸過的豆干 還不錯 蒜味的吧 還不爛 還不爛 再來是這個 也是雞肉 看起來像是玉米雞的感覺 也不錯阿 但是個人覺得這雞比較好吃 好,在這個吃吃看阿 嗯 嗯 嗯 這感覺是 炸的 魚漿塊吧 嗯 類似蝦捲的東西 蝦捲蝦辣 嗯 滿好吃的阿 喔 這是海釣魚阿 可能最喜歡吃魚的 看丟阿 連連有魚 海釣魚阿 鯪魚嗎 這個一定好吃的阿 這個 嗯 嗯 嗯 喔,在煎著酥酥的好吃 好吃 嗯 黏黏有魚,讚 這個魚感覺它膠質滿多的阿 好吃 大概也是因為新鮮阿 讚喔 好,有一陣子沒有看到阿姨了 讓這個阿姨的信頭多一點 謝謝謝謝 欸 大蒜要拿 大蒜你看看哪幾米的 喔,阿姨那個魚很好吃耶 那個 那個魚也是我的客人 好朋友 他去深坑釣的 喔是 對,他每次只要有釣魚 他就拿來跟我分享 欸,好好吃耶 很新鮮耶 對,很新鮮 他每次釣回來 他就拿來給我 我吃了很多年了 喔 哈哈哈 我在寶田路已經四十幾年了 就是 交了很多好朋友 大家都互相交流 還不錯 欸,是 所以你看 這個請客嘛 都是大家贈祝福 哈哈哈哈 嘿 來,歡迎光臨 拍 好,這個拍一下 這個麵線還蠻特別的 阿姨要帶來 唉呀,剛剛 帶一放回去 等一下,帶回去給他吃 這個麵線應該是傳統口味的 對 那個是油麵 油麵 那是我的招牌 來,吃 這是我的乾麵 好 我先去看 好,這個紅橘先拍一下 真正天然的紅橘 阿姨,請您說 這個是我進來的新產品 新的 對 對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紅橘醬 有 很香 對 剛才有嘗過 天氣這麼熱的話 一個禮拜他就發酵了 發酵以後 這個麵線煮一煮 就把它拌上去 拌一些紅橘 還有放點醬油膏 所以就還不錯吃 每個客人都說很好吃 對 對 應該是類似一種古早味 然後帶著紅橘的清香 對 而且吃紅橘對身體很好 現在很流行吃紅橘 對,養生 對對對 那如果是賣的話是怎麼賣 一份五十塊 一份五十塊 對 好,了解 謝謝 好,那雞肉類 目前個人認為 雞肉類的冠軍是最雞 然後魚類裡面 我是最喜歡這個 這個海釣魚 超級好吃 這個 好,那豬肉類 這個冠軍 就是這個肥脂脂黃金主角 超級美味 好,那就 看下次有沒有機會 各位朋友再來吃 好,再替各位吃吃看 這個紅橘麵線 這是我第一次吃的 蠻特別的 因為現在已經有點沒位子 我就吃完再說 好,我已經吃了 鹹香鹹香的呢 帶著這個 麵線的香氣 還有這個最後會有紅橘的清香 嗯,好吃 好,再吃吃看這個金玉滿塔 這個餐廳名菜 有毛豆,有南瓜 有辣腸 感覺是有炒過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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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原來吃那個是澎湖蝦餅 這個飯比較黏 但是它香氣滿足的 嗯 嗯 好,多吃南瓜對身體好 這是一個蠻健康感覺的金玉滿堂 嗯 嗯 好吃 有蔬菜香跟辣腸香 蠻特別的 嗯 好吃 欸,您說醉雞 我為了這個醉雞喔 我花了 大概有五六萬 為什麼啊 買送清酒 不是 是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 嗯 那只好去餐廳吃 是 然而我不能要出最近 我就是去餐廳吃吃 吃了好多年 對 有一天我的客人說 我要去上班了 對是 我說人家上班都七八點 你現在十點都要去上班 對 你在哪裡上班 他跟我說 我在 飯店上班 是 我說那你 打擾你幾分鐘 那你在餐廳上班 我最近一定會做 他說好 我教你 我就從此 我就不用去餐廳吃這一道菜 是 然而我都會教我朋友們怎麼做 是 朋友們也是說 我家的請客一定要做這一道菜 你覺得可以嗎 有 剛我在沒有跟阿姨問之前 我覺得雞肉類這個醉雞是最好吃的 對啊 最好吃 而且 周妹妹你也很會做的齁 我已經結婚了 一點點皮毛 一點點皮毛 我都會把我自己會的齁 跟好朋友們交流 是 因為每個太太 這個雞肉是大家都會很喜歡吃 對 我們自己學會的 就有得吃 不用說為了吃這道菜 每天一定要去餐廳 三四百三四百這樣 我花掉好幾萬塊 為了吃到菜 後來 我說那個客人 我說 哎呀你已經結帳了 那你下次來吃麵 那一餐我請客 因為你教我吃到菜 哈哈哈哈 我家省多啦 然而我的徒弟也很多 哈哈 好那各位有興趣就可以來請教小阿姨 對對對 謝謝 好那請阿姨介紹一下這感染的 這個是我們住在鄉下長大的小孩 都有知道說這個感染 是 它樹上綠綠的 你採下來以後 你就用水煮 水煮了以後 你就放點鹽 然後給它煮 煮二十分鐘 撈起來以後 你就放一點 那個冰糖就好了 因為我們自己吃的話 就放點冰糖就好了 所以你吃飽以後 你吃一個這個很消化 然後你會覺得幫助小孩很舒服 對 傳天然山上的 對對對 傳天然的 這個我們鄉下才有 你看這個都市長大的 就不知道這個 哈哈哈哈 啊 哎 又吃吃看 對 是綠色的 外面的殼還是小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來這整排給你拍 來 來 給你拍 這很多人 都是長大的小孩 都沒有看工 來 它採下來是綠色的 跟那個 好 謝謝 吃起來好像有點像酸梅的感覺 有一點點 嗯 很清香 原來這個才是原始的味道 嗯 還不錯 好吃 可能很難形容 要自己試試看 就是跟 在外面賣的那種 是不一樣的味道 吃起來比較沒有負擔 紅麴排骨 對 好 您請說 這一道 也是我的招牌菜 是 紅麴 排皮 是新的 對對新的口味 是 如果你們有想吃 你們可以訂 是 像今天也有一個你的粉絲 來訂了五百塊豬腳 他覺得阿姨煮的黃金豬腳 超好吃 是 所以他都會跟我訂 你們訂 我也比較好準備 因為我的產品很多 是 大家用訂 大家都方便 要多少這樣子 是 好 喜歡吃 可以訂購喔 好 謝謝 好 那 就是希望 就是下次有機會 可以再開這樣的 尾牙宴 就有機會的時候 可以可以 等我身體狀況好一點 是 過完年 如果大家 那個 病情大家 比較穩定 還有等我的手 比較好了 是 我會 我會辦一次 那就變成久 還是死了 過完年了 好 那就希望各位粉絲集氣 然後希望夏姨 身體趕快康復 對對對 好 這一次真的痛得很厲害 完全不能動 是 對 好 那就希望夏姨 身體趕快康復 謝謝你們 拜拜 拜拜